請曹操哥先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在台灣的戲裡面也是辦理律師這個部分 相對的想問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我們就是要首部的戲的話 大概也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需要怎麼樣的治額 就是宣傳一下 我覺得律政戲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劇種 然後在東方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比較堅塞 但我覺得近幾年來職人劇的盛行 包含大家對於一般的情情愛愛 好像已經不是那麼樣的 那麼執著了 大家想看一些不一樣的 然後這次某一天它是翻拍BBC英國的影集 然後由亞洲的視角來看 雖然大部分的劇情一樣 但是因為韓國跟台灣還是有一些雷同 雖然我們沒有評審團的制度 但是它裡面講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身為我們同樣都是亞裔的人 感觸會特別深 那自己也拍過律師律政的戲 檢察官的戲 我一直期待台灣也能夠拍出 像他們這樣高水平的劇種 然後能夠讓整個華語的劇種可以更多元化 然後我們一起能夠透過不同的平台走到全世界去這樣 那這次因為車聖員在裡面是一個單流律師 你自己看了之後覺得 他的演技跟各方面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覺得 當然啊 他非常好啊 我在疫情前我有說過 我每年大概去韓國五次左右 跟一些 因為那邊有一些藝人朋友 然後他們也有聊到車聖員 就他從一個模特兒起家 一直到一個性感大叔的象徵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然後 我是每次從那個不管是仁川還是金浦的機場 經過那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種大的看板 都有看到他 對他在韓國真的是那種大叔的代表 然後 很MAN啊 也不是傳統的美男帥哥 但他就是那種鬍子 然後 我真的覺得蠻性感的 我覺得 應該是要讓觀眾有不一樣的選擇 喜歡小鮮肉的 喜歡小鮮肉 喜歡大叔的 喜歡大叔 喜歡大鬍子的 喜歡大鬍子 喜歡清秀小生 喜歡清秀小生 也就是說整個市場能夠 更多元更包容 對觀眾來說也是個福氣 那你有想往性感歐巴路線的猜定嗎 我應該可以算性感歐巴的 哈哈哈哈 那如果要你挑戰的話 你覺得殺人犯的角色跟律師比較起來 你比較想歐巴 如果論這一部戲的話 當然我覺得車勝裡面比較合適 因為金秀賢 他這戲裡面是個大學生 我覺得我演大學生有點違和 那演一個邋遢的三流律師 我覺得應該可以 那我們今年 在年中左右會推出我自己的 可以打廣告 反正也是律政戲 然後第二季第三季 最佳利益 那我是從檢察官轉戰律師 所以 在看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感觸 就覺得 其實法律本身有很多漏洞 一直包含到現在 我們的政府一直說要司法改革 那麼 司法 法律永遠是人性 最後的一道保障的防線 但 在法律之前 如果能夠做一些 不管是道德的勸說 心理上面的素質的培養等等 都有助於不要碰到法律這一塊 我覺得 因為法律不可能保障所有的好人 所有的真相也不可能真實的呈現 這是我自己在拍律師跟檢察官之後 我真的覺得世界上沒有公理啊 公理只有靠自己爭取 真的真的 那這樣拍下來有沒有最深刻印象深刻的一場 我會爆雷啦 那個還沒播啦 還沒有播 不過我是真的蠻喜歡韓國的拍戲的節奏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可以司法可以效保的對象 那如果像車庭裡面 他有一些偷腳一些的動作 ok啊那個ok啊 邋遢我覺得很舒服 越邋遢越好 因為有時候端著形象要演出 會累 那你反而很拉爛的演出 會比較自在我覺得 那說韓國之前陣子也是剛過完生日 2月22 對 那自己有沒有今年的新的願望 或是今年新的期許 新的期許當然是 我每天都關注這個世界上 目前發生的大事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沮喪 就是當疫情 人類要跟疫情開始慢慢學會共處的時候 然後在國際上發生這麼大的戰事 那我也只能就用一個小小老百姓的思維 去希望能夠 趕快能夠讓事件落幕 每個人都達到一個平衡 因為我覺得政治本身是妥協 是平衡 然後只要政治能夠平衡跟妥協 其實對老百姓都是好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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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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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拿掉 幫他拿一下 好的 好 OK 來這檔 來這檔 來,這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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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一台再一次 來,這一台 來,這一台 來,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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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好 好,好 來,右邊 來,左邊 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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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 好 慢慢轉到中間 好 好,那邊 焦野間那麼憤怒 超過十秒鐘 超過十秒鐘 來,這台再一次喔 我看,超過十秒鐘 你能太多 跑了 最好 我怕阿門 真縮起 感谢观看